因為參加日本真人Show 雙層公寓,而受到注目的女子摔角損手木村花, 這日突然傳出過身消息,目前正在調查詩因。 日前播出的第38集充滿震意,為木村花帶來很多的負評, 所以有傳她可能受不著網絡欺凌而興生。 木村花在這凌晨突然鋪了多張自殘的經歷照, 還鋪了兩張照片與她的愛貓告別,有一張照片寫了。 我愛你,要活得長長久久,對不起。 而另一張照片寫著,再見。 雙層公寓都因為這樣,這日都受到大批觀眾抗議,緊急宣布暫時停播。